早晨各位,欢迎大家回来我Learn with Tom Lee 新一辑2020广东话粤语系统的教学 第一章,粤语拼音系统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在2016年推出过一辑 大概有50个YouTube视频的课程 教大家一个叫粤语拼音系统 主要是用粤语,就是广东话 教大家一个有系统的方案 来学习粤语广东话 现在我再推出新一辑视频 名为2020年广东话粤语系统 我将会用我不是太好的国语 和我的母语广东话 跟大家分享一下广东话粤语的精妙之存 希望大家欢迎大家回到我的Learn with Tom Lee 2020年广东话粤语系统的教学 第一章是粤语拼音的系统 在2016年我推出了一集 粤语有50个YouTube视频的课程 名为粤语拼音系统 主要是用粤语广东话 教大家一个有系统的方案 来学习粤语广东话 广东话的方法 现在我再推出新一集的视频 名为2020年广东话粤语系统 我会用我一口不太好的国语普通话 和我的母语广东话 和大家分享广东话粤语的精妙之初 大家喜欢 粤语拼音系统 因为鉴于粤语并没有一套普及 和简单、合理、易学的方法 或者方案 所以香港语言学会 在1992年9月September 1992 举办了一个叫粤语拼音系统研导会 并成立了粤语拼音方案工作组 负责制定一套粤语拼音方案 以其改变当时使用粤语拼音混乱的情况 如何混乱的情况 我会有些例子和大家分享 这个拼音方案在1993年底 定案为香港语言学会粤语拼音方案 粤语的拼音系统 鉴于粤语并没有一套普及 而简单、合理、易学易用的拼音方案 香港粤语学会在1992年9月September 1992 举办了一个名为粤语拼音系统研导会 并成立粤语拼音方案工作组 负责制定一套粤语拼音方案 以此改变当时使用粤语拼音的混乱情况 该拼音方案于1993年定案了 名为香港语言学会粤语拼音方案 在国语、粤语拼音的分别 有什么分别呢? 在国语或者普通话里面的发音 我们会有 平、上、去、入和轻声五个声调 例如 妈、妈、妈、妈 这是平、上、去、入 四个声音 平、上、去、入 还有有时你会听到 妈妈 后面这个就是一个叫做 轻音 即是放轻声 就是这样推出来的 但在粤语、广东话里面的发音 就有分为 音平、音上、音去、阳平、阳上、阳去 这个我们称为六个的音调 最后就有音入、中入和阳入 三个额外的声音 总共一共有六个调子 九个声音 所以为什么粤语、广东话是这么难学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例如 我们有六个字 因、隐、印、仁、隐、印 分别就是 音平、音上、音去、阳平、阳上、阳去 还有最后的音入、中入、阳入 一、日、日 你会看到这个日字 是没有一个字叫做日的 但我们有个音在里面 也就是说 广东话里面 有些时候是会有音 是没有字的 国语、阳语、阳语、拼音的分别 在国语或是普通话的发音 有、拼、向、去、入和寝五个声调 比如说 麻、麻、麻、麻 这就是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 有时候我们说 麻麻 这第一个声音是一个轻音 麻麻 是没有平、上、去、入 只不过是一个轻轻、退过的声音 轻音 在粤语、广东话中的发音有 印平、印香、印去、阳平、阳香、阳去 六个调子和印入、中入、阳入三个声 共有六个调子、九个声音 比如说 raise Hearn 祭 sant 祭 祭 就是印平、印香、印去的声音 掩 佣 就是阳瓶、阳香、阳去的声音 y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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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粤語中 有時候我們發這個聲音 但沒有一個字可以帶入這個聲音 這就是廣東話的發音 和國語普通話的發音的大不同 我們看看一些例子 這裡我列了四個名字 就是四個名字 包括有陳大文、陳泰文、陳泰文 和陳泰文 在國語中 我們可以用這個音標 陳大文 或者這個音標 陳泰文 我們可以分得很清楚 下面這個就是陳泰文 陳大文 最後就是陳大文 四個不同的名稱 四個不同的發音 就由這些音標所組成 但是在廣東話裡面 我們是沒有音標的 那麼我們的廣東話怎麼學呢? 就是由爸爸媽媽教我們 我們跟爸爸媽媽去講 講了出來 學回來的 所以這裡我提供給你們一些方法 所以如果你想用英文的字母 嘗試將這些廣東話聲音拼出來 你可能就會用陳大文這三個字 但是你看到一樣東西 但是我們看到一樣東西 就是如果我們用這些英文字母拼出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音就變成陳泰文和陳大文 這個音相當之大的分別 陳泰文 你同樣可能就會發同一個音 陳泰文 四個名字你都用陳泰文 陳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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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這樣說 就像一個西人說廣東話一樣 你根本不知道他究竟想說陳泰文 又說陳泰文 又說陳泰文 陳泰文等等的字 這個就是我們廣東話 沒有一個真正的拼音音標 令到我們的廣東話的發音是不能夠很準確地文字記載下來的 所以香港語言學會才訂立了一個粵語的拼音方案 希望可以將一些粵語 廣東話的聲音原原本本 很準確地用筆墨去記下來的 讓我們看看一些例子 比如說我們有四個名字 陳泰文 陳泰文 陳泰文和陳泰文 陳泰文 這四個名字在國語裡 我們有一些音符拼這個字出來 但在粵語裡 廣東話的名字 我們沒有這個音符來拼出這個字 所以一些人是用英文的字母 比如說Chan Tai Man 來拼出這個廣東話的聲音 他們會說陳泰文 但是陳泰文和陳泰文是非常不同的 這是為什麼我們廣東話是我們的父母 叫我們的沒有一個系統的方法 將這個信音 將這個信音寫出來 所以 香港語言學會 訂出了一套粵語的拼音方案 是為了這個目的 他們希望用一個方法 均勉地記下每一個廣東話的字的聲音 讓我們的下一代學習廣東話的時候有一個靜訣的聲音 或是讓外國人學習廣東話的時候能夠靜訣的聘出每一個廣東話的聲音 我們看看廣東話的發音結構 一個廣東字的音包括了聲母、韵母和字調 究竟什麼叫聲母呢? 就等於英文裡面的consonant 我們叫做止音 韵母 就等於英文裡面的vow 我們叫做母音 在上一輯的video有同學有回應 就告訴我他們會讀這個叫韵母 首先我在這裡澄清我教的廣東話就是我爸爸媽媽教下來的廣東話 我知道廣東話裡面是有香港人說的廣東話 越南華僑說的廣東話 或者是廣州人、港府人說的廣東話 他們的音都會不同的 那哪一個為之正確的音呢? 這裡我不敢說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 這個我肯定是讀韵母 有些學員告訴我這個讀韵母 你可以讀韵母 可能你的鄉下是讀韵母 我就讀韵母 所以這裡 從這一刻開始 我很強調這個叫韵母 也就是好像英文裡面的vow 最後就是一個我們稱為字調 也就是英文裡面的tone 例如在英文裡面我們會說good morning 如果那個tone變了 我們就會變成good morning 那個tone就會變成的 所以那個tone一定要符合那個語言文法的tone 例如我們在廣東話裡面 我說你很煩 你不會說你豪翻 因為那個tone變了的時候 整個意思就會變成 尤其是我們廣東話 因為我們有六個調 九個聲音 聲音一轉就會全部變成 例如東字 如果你讀了動字 那全部的音就會轉 音一轉 代表了第二個字 這在外國的語言來說 也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tone就是我們所說的調 除了聲母、韵母再加上調 才發出一個正確的聲音出來 這個方案是用什麼方法來發出一個正確的聲音呢? 這個方案是使用了字母形式 也就是國際上通用的羅馬字母 即是英文字母 我們稱為羅馬字母 以及一些阿拉伯數目字 來將一個廣東話的音發出來 就是香港語言學會 訂立的那個粵拼的方案 這些字母的數目 是通過標準的電腦 或者是打字機的鍵盤 直接輸入 流通性是非常之強的 可以方便各方面的應用 包括在電腦鍵盤上的應用 也就是說 我們有了這個拼音的方案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拼音的方案 將一些中文字寫成一些拼音 外國人或者不懂廣東話的人 去讀這個音出來 他可以很準確地讀這個廣東音出來 當然的條件就是要他學會了粵拼 這個系統的拼音 系統的拼音 你們也可以根據下面這個網址 我們首先去一下這個網址 看看我們怎樣去利用這個網址 來學一些正確的廣東發音 我去到這個網址 入到這個網址 寫字 粵語審音配置自負 這個位置 大家就可以打入一個中文字 當然你要用蒼蠍輸入法 或者其他輸入法 去把這個中文字打入這個位置 例如我打一個東字 入了這個位置 然後我按搜索 你就會搜索到粵拼的拼音方法 就是D-U-N-G 然後一 U-N-G就是所謂的韻母 D就是聲母 然後一就是吊字 即是韻母加聲母加吊 就形成了一個廣東話的發音 這裡也有一個小喇叭 給你按下去 聽一聽這個字 在廣東話裡面是怎樣去讀的 如果你有駁到喇叭 你按下去 它就會出現了D-U-N-G 這個字 也就是我們會用D-U-N-G 就是第一音 我們會有九個音 D-U-N-G 在下一次的時候 我會清楚去介紹這九個音 怎樣去拼出來 怎樣為之 音、平、音上、音去 和揚平、揚上、揚去 音入、中入和揚入 九個聲音、六個吊字 在下一節我們再詳細去講 今節我們講的就是 一個廣東話的字 是由聲母加韻母再加字調 形成了 然後這個粵拼的方法 我們是利用英文的字母和阿拉伯 數目字代表調子 英文的字母代表聲母和韻母 將這個字的拼音 寫下在字章上 多謝大家收看我的視頻 廣東話 廣東話的字 字的聲音 是由聖母 韻母和字調組成的 什麼叫聖母 聖母就像在英語裡的 consonant 母音和英語裡的字調 就是英語裡的tone 高心和低心 在約聘的方案中 所使用的字母形式 是國際上的通用弱碼字母 A B C D 和阿拉伯數目字組成的 1 2 3 4 5 6 7 8 9 9個聲音 這是字母和數目字 能通過標準的電腦 和大字記鍵盆 季節輸入流通性很高 方便大家在不同的應用 包括電腦鍵盆 輸入等等 用這個方法 我們可以將廣東話的印 用英文字和阿拉伯數目字記下來 讓外國人或是想學廣東話的人 可以靜覺的聘出一個廣東話的聲音 你們也可以到這個網址 你們可以 輸入一個中文字 當然 唱節輸入法 或是其他的輸入法 輸入一個中文字 比如說 我輸入一個字 就是中 然後按下這個手說 如果你們可以看見這個中字 你們可以看見這個中字 在廣東話裡面 適用Z-U-N-G 字 用中 第一星中 因為Z-U-N-G 配上不同的數目字 可以拼出不同的廣東話的字 比如說 我們要看這個字 中 你可以看見這個字 在廣東話裡面 是中 或是中 中是第二聲 中是第三聲 你可以 因為這個字 在不同的情況下 是用不同的字調 這個數目字 就是這個字印的字調 所以 一個中文字 在廣東話裡面 是有姓母 韵母 和一個字調拼出來的 我看見這個字 我就明白這個字是種 這個字是種 我們怎麼樣將六個調子 九個聲音拼出來 我會在第二章的教學 教大家一些例子 讓大家明白到 不同的廣東字 是怎麼樣拼出來的 謝謝大家收看我的視頻 我們繼續看一看 一個廣東話的發音結構 一個中文字的基本組合 我們都知道了 是由聲母、韵母 和一個字調所組成 我們將粵拼系統 分為聲母和韵母 兩組的英文字母所組成 再加一個字調 就是一個數字 我們會看的例子 就是一個聲母 我們用英文字母d 去代表 這個就是d 發音就是d 一個韵母ung 我們的發音就是on 也就是說 我們用英文字母d 是代表d 這個發音 而英文字母ung 就代表on 這個韵母的發音 我們將聲母和韵母組合在一起 我們將聲母和韵母組成 組合在一起 就有以下這個字的音 就是d oong dong d oong dong 然後我們再加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就是代表這個音的第幾音 包括了九個聲 我們可以看看這九個聲裡面 我們是如何拼音出來 d oong dong 就會有東西的東 或者是冬天的東 我們都讀東這個音 這是第一音 我們稱為音平 如何是音平呢 當我們發音的時候 你看看這個框 如果我們是平音的話 聲音由頭到尾都是打平的 我們稱為平音 接著就是音上 記住這個是讀上 不是上 很多時候你會聽到別人說平上去入 其實是錯的 應該是平上去入 這個就是第二音 音上的聲音 代表當我們開始發音的時候 就是由高位再繼續上 我們稱為音上 懂的音就是讀懂 懂 接著就是音去 去聲 就是聲音由高位跌下來的 我們稱為音去 好像普通話裡面的入聲 記住普通話和國語裡面的入聲 其實不是真正的入聲 只是一個去聲 在這個例子來講 懂 懂 第三聲音去 就是冷 就是非常之冷 天氣很冷 懂 懂 就是董事長的懂 或者是懂得一樣東西的懂 我們稱為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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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全部都是高音 不過 懂就是高音 打平 懂 就是高音再升 懂 就是高音 下降 下降 我們稱為音 所以我們會有音平 音上和音去 陽平 陽上和陽去 也是平音 升上來 和跌下去的聲音 不過陽聲 開始的時候比較低音 我們稱為陽平 懂 懂 懂 第四音就是懂 是由低音平過的 懂 懂 低音聲上的 懂 懂 懂 是低音 再跌的就是懂 就是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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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稱為音平 音上 音去 和陽平 陽上 陽去 記住陽聲 是由低音開始的 陽平就是低音平去 陽上就是低音升高 陽去就是低音再跌 我們叫做陽去 音平就是高音平過 音上就是高音再升 音去就是高音跌下來 所以我們就會有六個音調 最後就是入聲 例如音入就是高音 即跌 記住跌得很快 我們稱為入聲 就是聲是不去的 一出聲就停了 我們稱為入聲 在這個例子來說 凡是在月平裡面NG結尾 入聲就是用K去代表 所以這個Ong 我們就會轉為屋 將NG變為K 就是他的入聲 所以是東東東 東東東 這個就是UK 就是屋 the屋 就是督 我們就會有第七聲的入聲 這個我們稱為音入 即是高音突然跌下來 我們稱為音入 中入 督 然後陽入 就是督 你會看到無論是督 督 督 這三個音 都會一出就即跌即停 所以我們稱為入聲 分別有音入 中入 和陽入 音入就是由高音即跌下來 中入就是由中音跌下來 然後陽入就是由低音再跌下去 我們稱為音入 中入和陽入 所以分別就會有九個聲音 NG就會轉為K 即是Ong 就變成屋 所以我們就可以將這個D Ong 東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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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九個音 有九個音 記住NG 在粵拼裡面 入聲就會是K 就會轉成K 就變成第七、第八和第九聲 在下一節 我將會教大家不同的聲母、韻母和字調配合一起 如何發出一個聲音 拜拜 廣東話粵語的發音結構 一個中文字在粵語的聲音 基本上的組合是 聖母、韻母和字調 我們用一個英文的字母 D 代表粵語的聲音 D 用一個英文字 Ung 代表粵語的Ong 拼起來 我們可以拼出一個聲音 就是粵語裡面 廣東話裡面的Dong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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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數目字表示平音、上音和去音的聲音 如果我們拼出來的是Dong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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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冷的意思 第四五和六的声音 也是平生 上生和去生 不过这个阳平 就是出生的时候 是低音 阳相的声音 是低音 高兴起来 阳去就是低音 下去 就是我们所说的阳平 阳相阳去的声音 这两个声音 第四声和第五声 是在广东话里面没有字的 我们再来一次 在广东话里是没有字的 我们有声音 但是没有字 可以配上这两个音 最后就是入声 我们有运乌 众乌和养乌 乌声就是说 声音出生的时候 出生的时候就圆解了 这个运母 ng 会变成了k 所以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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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g 上个是上个 在和圣母的拼音合起来的话 就是 入声就是 就是广东话的九个声音 我在下一节 我会教大家不同的圣母 运母和制调的发声 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好广东话 广东话 Mucho gracias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o my tutorial videos And if you need a private tutor For you to get a better mark Or better score in your DSC examination In Hong Kong The SAT examination adjusts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For you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y Please contact me at 青湯929 I at yao.com.hk My telephone number is 1-852-6592-8609 好,多谢大家收听我这个视频 如果你是希望你的 Mathematics和英文是更加好的话呢 你想要一个Private tutor 你可以随时contact我的 令到你的DSC exam 或者你想考SAT 你也可以contact我 因为我都有一些私人的补习 在这两方面的 多谢大家 Thank you Bye bye Mucho gracias